好有財經的訊息要提供給您了 你是怎麼選信用卡的呢 很多人會看這個信用卡的回饋來選 好播告訴大家 這各大銀行明年信用卡的回饋真的是砍很大 各大銀行做續續公告了 明年信用卡他們的權益回饋方式 不僅是在點數的雷點範圍 可以使用的現金回饋範圍 減少了非常多 還有就是像市區停車的摺底點數 現在也整個拉高 包含像是消費分歧零利率的範圍 其數也都縮減 這樣子聽下來 其實這個優惠真的是差很大 好尤其還有很多人會利用這個點數來換高級飯店 這些通通都取消了 就連很多人都會使用的 在國外刷卡 像是中信 國泰 永峰 玉山 新展 這些很大的發卡大行 在歐盟地區的刷卡優惠 現在也通通都是縮水的 那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央銀行 這一年多來五度升息 所以信用卡業者等於說 他們的資金成本會整個墊高 像是中型銀行 代電的成本一年大概增加三千五百萬 那大型銀行來到了五千萬 甚至是上億元 所以這下因為成本變高的話 當然只能反映在消費者身上 銀行推出的分歧或是點數回饋 不僅這些他們沒有賺 反而倒賠 所以就提醒觀眾朋友 接下來如果您要選擇申辦信用卡 要把這些優惠看仔細看到底符不符合自己的需求 現在說了 有 NieER 非�데有 mon眾 行 你們 你 你 我們